说一个企业 我现在把我的原材料 生产设备 成品半成品 我都已经抵押给了一家银行了 可是我现在又需要借个200万 买一个精选机 这个精选机 银行就说 我要是借给你钱 我要对这个东西 享有一个抵押权 如果按照过去的规定的话 那不行 因为一旦东西 你借钱是借钱的关系 买东西是买东西的关系 我为你借钱 我俩是借贷关系 那么我从别人厂家买东西 那是一个买卖关系 这两个之间毫不相关 没有办法来保证 这个出借人的权利的实现 但是现在这规定以后 就使得什么的 就是如果我借来的这个钱 干什么的 就是为了买这个东西 好 在这个东西买来的这个时候 我只要交付的时候 时日内我办理了抵押登记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 对这个物的这个抵押权 就优先于 之前你那个浮动抵押的这个权利 所以这一条呢 应该讲呢 是一个未来我们的企业 要用好的地方 要学好要用好 这个对于企业的发展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于企业的发展呢 对于企业的发展呢